好 我們的官方回答當然是 郭辦嚴格禁止任何違法行為 連署不可以有對家關係 違法就該舉報 但坦白說我非常的無奈 包括前陣子第一期是在新竹 第二期在雙北 第三期在桃園 現在第四期又說在南部 屏東 高雄等等的 我要再三重申 我們在10月初的時候 就已經過了30萬的連署 然後我們的所有站點跟人力 都有白紙黑字的合約 沒有KPI的壓力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奇形怪狀是哪裡冒出來的 更讓我啼笑皆非的是 我看新聞內文 說幾十張連署 一張300塊 400塊 200塊 南北價碼還不一樣 我們就算取診算100張好了 一張200塊 這樣也才2萬塊 你花2萬塊就來搞我們一次 我們現在連署安全嗎 我跟各位保證 我們官方的站點都沒有問題 這幾波事件發生 我們都第一時間的請法務團隊 到各地的站點 還有各地地方窗口去確認 到底是不是我們的人 不是 這幾個案件都是零星的個案 包括警政署長在立法院打詢的時候 他也是有落伍的暗示說 好像各縣市都有零星的個案 那這些個案真的都來自於郭台銘的官方站點嗎 據我們清查的結果都沒有 我們官方站點絕對嚴格遵守法規 但是就經濟學的動機上看來 我再強調一次 幾十張的規模 不是幾千張 也不是幾萬張 然後你跟我說一張幾百塊 花2萬塊就搞我們一次 我現在就掏20萬出來 你在全國10個縣市 都找一批替死鬼 來涉嫌買票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搞得 好像郭台銘的幾十萬連署 全部都是做出來的 全部都是買下來的 我覺得這樣對我們也很不厚道 對民眾也不公平 因為很多民眾是真心的支持 郭台銘先生的連署 所以這可能只是我作為連署總顧問的一些抱怨 但這同時也是我們郭伴所有同仁 這陣子兢兢兢兢的努力 我們覺得他們這些努力 不能夠被有心人士所糟蹋